本课程由量子教育出品 好 这一节我们来讲产品营销 打造优质种草机 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为什么那么多的品牌 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品牌 特别是新品类新品牌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种草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大家都相信种草的东西 有人背书 然后通过不同的这些自己的偶像推出来的 然后更值得大家去买 所以消费者为什么会被种草 主要是有几点原因 第一个就是注意力稀缺 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听到的 然后这些其实都不太一样 因为毕竟你注意力稀缺 需要这样的人种草 那他才会更加的相信 然后去进行购买 那另外就是品牌的信任连接 向用户端的下层 我们会发现就是品牌媒介用户 再到现在的一个变化是 用户用户用户 所以自己也是我们所说的KOC的一个呈现 那这几点为什么会被大家去放大去说 最后一个就是可视化的消费场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淘宝直播 在家各种的利益的驱动 所以重视了整个的一个种草的一个环节 会在现在被大家更加的重视 然后现在的人也更愿意去被大家去种草 那基于这些我们又会看到 就是种草的营销其实在当前环境下 供给和需求匹配的机制的一种高效的形式 然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们来看看比如说从产品到消费者 然后匹配的机制是什么 就是媒体内容渠道 然后再到现在的是品牌渠道内容 所以这些也是相匹配的一个机制 然后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么再来看整个到底是如何通过三步 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个种草呢 那所以第一步就是我们所说的 产品的定位我们一定要清晰就是 我们到底跟别人有什么样与众不同的地方 那我们只有找到与众不同的地方 我们的产品定位才能更加的清晰 那另外一个就是市场的定位 那没有选择就没有策略 我一直认为就是你一定要聚焦一个点 你不能什么都想要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选择 那第三个就是传播的定位 产品的意义满足了人什么样的一个情感需求 我们到底要切入到哪一个点 所以这个也很核心 那基于这些我们都很清楚了 我们就去想 产品定位的与众不同 到底是怎么样去做 比如说从产品上面的是基础 产品是基础 那类目有偏好 然后价格是核心 基于这些我们再去看 那新品的有卖点的性价比高的产品 到底对应的是哪一些 那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有个性 颜值高 然后或独特小众的一些产品 那这些是从更多的一些细分领域里面 新的品类赛道里面选择出来的 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些是自带话题属性网红产品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流量的一个属性 它本身就存在的 但这种是非常非常少 也是不容易的 那另外就是当价然后高 但是在有科技含量的加持 所以这一部分其实在名言的背书的产品上也是非常好的 那这是在不同的产品定位与众不同 然后它所区分出来 其实也是不同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的目标消费者到底是谁 然后消费者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然后为什么有这样的需要 怎么去满足他们的这些需要 当你搞懂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再去看 我们记忆这些人的痛点 然后他的恐惧我们怎么样去解决他 那记忆他的阳点我又是怎么样去满足他的 那我到底需要的是有效有用 还是说其他 我是不是真正能够满足他这些点 另外就是我想要的是潮库的 炫的新鲜的 那不同的人群其实他的要求点也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 我们一定要精准定位清楚我们到底要做的目的是什么 这些人群他们想要的点到底是什么 我们基于这些点到底怎么去满足于他们 所以在第三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去重视我们的内容 所以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引起注意力 那不同的渠道它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定渠道也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要如何触达消费者 那也就意味着你要先找到你的消费者是谁 那他们在哪里然后你再去定这个渠道 根据这些渠道再去做我们的内容 那另外就是经济化的运营 我要如何做好流量的承接 所以流量不要浪费掉 就今天很多的企业其实它本身是有很大的流量 但是就是没有去运用好 然后也没有去珍惜这些流量 所以才导致了很难去做到这些产品 那这是我们所说的 要把这些搞清楚了我们就知道 怎么样去更好 然后去给这些人群去解决它的这些需求点 所以基于消费者洞察的内容规划 我们可以有几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场景化 那能够触达情绪的场景才是真正的场景 那这也是我们真正要去从某种意义上去创新的 那另外就是穿层化 小众的一些细分领域 我们一定要接得更深更装更精 那另外一个就是五感的体验 就是我们所说的听觉 嗅觉 视觉 感觉 触觉 那还有就是好懂 卖点转化为消费者的语言 我们不要老是说一些高大上的问题 但你要再想 真正能够让它产生共鸣 让它听得懂 才是唯一我们核心的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时代的语言 我们要非常的清楚 你不能觉得你自己这个专业上 说起来很牛 但问题是人家根本就不满意当 他听不懂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懂的语言 要去跟消费者吃全播